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暴雪英霸的GC 第一平線對決的主組阿姬 我是阿特 好 那今天已經進行到 這個第一平線對決的 最後一週的 最後一天的賽事了 對 那目前這個積分榜上 我記得前三名已經是確定的啦 那可能 可能 可能 可能今天的這個勝敗 會影響二三名的這個排位 但第一名的DFF已經確定了 那今天的第一場呢 則是由LM要對上這個 Elkencia的日本隊喔 那 二三場還有這個新的隊伍喔 那還有Forsaken 最後 今天最後的壓軸呢 是Forsaken對這個The Avenger 是 對 那其實經歷了這麼 這麼多之後的比賽 其實我們有看到蠻多新隊伍出現的啦 那 昨天已經講過了 希望 聊天室的各位不要這麼嗜血 多給新隊伍一點鼓勵 對 主要還是 這個 可以有多的這個練習的機會 沒錯 說不定下一季 100隊報名 是 好像太浮誇了 好 我們來看看這次的獎金喔 好 來看一下喔 這一次的第一名呢 可以獲得新台幣12萬元 第二名則是6萬5千元 第三名則是5萬5千元 第四名則是4萬元 5到6名則是3萬元 7到8名則是2萬元 然後來看一下今日賽程 好 那今天的第一場比賽也是還蠻精彩的 就是LM要對上2跟CR 日本隊第二場則是LM要對上爆甲 第三場則是The Avenger要對上爆甲 最後一場則是The Avenger要對上Forsaken 說到Forsaken昨天的那一場詛咒鼓地真的是 非常可惜 是 對 昨天其實有在看 對 昨天這個麥迪文 其實我覺得DFF的優勢在於說 大部分隊伍沒有遇過亞瑞克點衝鋒 沒錯 亞瑞克如果點衝鋒 他的一套combo就是 拉過來Q一套 對 然後砍你兩刀再衝鋒 沒錯 那麥迪文昨天是不知道這個combo的傷害 是 第一 他被拉過去的時候 W沒有放出來 沒錯 然後第二是他 從這個飛行狀態下來的時候沒有第一時間開大招 對的 那你被接一套沉沒你就 就走了 沒錯 而且那邊其實 像他那邊是想要去Poker嘛 因為他自己本身精神之力沒有 接到 所以說他被對方這個阿薩斯一套直接帶走 不然那邊其實我怎麼看都覺得 因為 你在沒有PIN的時候亞瑞克他 他WQ一套 你是可以拉過來的時候瞬間W的 是的 沒錯 瞬間精神之力擋住 因為我記得 同樣的手術下 其實我記得亞瑞克怎麼拉 你的麥迪文要是有反應 一定是放得出來的 是 牛頭也是 今天如果牛頭遇到亞瑞克他拉過來瞬間 可以W把他彈走 對 他的Q就會被斷掉 沒錯 總之昨天是超可惜的 那我們今天 可以看看有沒有這個麥迪文的出現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的地圖 那今天第一場是LM對上這個日本隊 那看到LM先選了這個煉獄勝殘 第二張則是福斯卡伊亞工業區 那第三張則是LM選擇的這個天空神殿 第一張跟第三張都是非常適合打運營的地圖 那第二張則是一個 陣地戰非常重要的一張地圖 那目前其實我覺得 日本隊是有點那種 漸入加進的感覺 他們的越來越打越來越好啦 是 其實昨天的這個 菲尼克是表現滿亮眼的 沒錯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應該是由LM先BAN先選 好 看他們先BAN掉什麼 這邊思考了一下 其實與此同時這個今天早上的時候也有這個EC2 對 鬥陣的比賽 對 有鬥陣還有這個硬霸的EC2 還有東部對決 我看到了 中國 韓國內戰嗎 對 其實 你也傻 其實不是很意外啦 也是啦 沒錯 可惡 要是由我們說不定還有一點 對 對啦 真是可惜 是不是 開始催液是不是 好啦 這邊直接BAN了伴仗喔 呃 伴仗的話 欸 這個BP 感覺是在永恆戰場會出現的 是的 那這一手要BAN什麼呢 這邊目前放出來的還有肉絲 菲尼克斯 還有這個 雷諾 對不對 先手是不太會去BAN雷諾這隻角色的 是 好 狼頭中士 這手BAN的還不錯 其實這樣 這一 呃 狼頭中士在今天早上的比賽 其實韓國隊在這張地圖有出過兩次 威力也是不大的 好 看一下這邊LM要怎麼BAN喔 目前對方 呃 有雷諾跟菲尼克斯還有肉絲 那還有 其實這張地圖 麥迪文也是蠻厲害的 但是 不知道對方有沒有這個角色持啊 馬伊夫 馬伊夫 其實我覺得馬伊夫 是比較針對陣容在選的 對的 好 那來看一下 這邊怎麼做選擇喔 第一隻手 喔 現在目前有放出三隻角色喔 看他們要 比較想要搶誰 菲尼克斯 先拿了 這個 之前 表現非常不錯的菲尼克斯 對 好 那看一下LM要怎麼選擇 雷諾 雷諾 加上武僧嗎 還是 其實卡爾洛斯有在 可以選的 沒錯 因為卡爾洛斯我覺得對菲尼克斯來講是比較難處理的 對 Dia布羅其實也可以 這邊選擇Dia布羅 布羅兄其實最近真的很夯喔 在這個 歐洲對決 西部對決的時候其實他們 出場率極高 Pick率96% 以這個西部對決他們喜歡打的這種陣地拉扯陣型 對 其實噴火可以很好的做出大量的傷害 沒錯 好來看一下這邊LM這一手要BAN什麼 對方已經幾乎拿出了每個位置上的一個重要角色 龍厚跟喬安娜喔 那這感覺上就是要打一個正面的爭奪戰喔 那這邊看一下LM要怎麼BAN喔 現在這個位置可能可以去BAN一下 上路線或者是他們可能會特定的角色 阿茲莫丹 唉唷 這邊其實我覺得BAN的有一點針對喔 因為其實 日本隊目前打這麼多場 他們拿出喬安娜的場次幾乎都有跟阿茲莫丹做一個大BAN 好 那 這邊LM要怎麼BAN呢 對方的輔助還沒有出手 倒覺得是可以朝這個輔助方面去做BAN 或者是上路線去做BAN選 BAN的輔助 克拉辛喔 這是給我們起司女高中生 一點尊重嗎 克拉辛 踢這個喬安娜其實還是可以的 沒錯 因為其實玩喬安娜常常會就是有點深入過頭了 是 然後 因為他沒有位移嘛 來不及回來 然後就被克拉辛踢死 而且其實以喬安娜的這個能力 他可以深入之後再安全撤退 但是七星閃的話 可能就會 傷害就會來得很快 對 來得太突然通常都會倒彈 都抱怨 這個是最近比較少看到的 對 但是 因為隊長有菲尼克斯我覺得拿出抱怨還算是不錯啦 因為以西部隊員來說 有1R就會拿 對的 喔 這邊選擇 馬瑟 跟凱爾薩斯 凱爾薩斯奇之上圖表現一直都不差 對的 只是之前的這個刺客太過亮眼了 沒錯 以前都是 之前的版本就是刺客太強了 導致於說有一些 皮薄比較 就是皮薄比較沒有什麼自保能力的後排 很容易被受到壓縮 對 那既然沖連的陣型被削弱之後 這樣的法師又可以再度上場 對的 因為 我們舊陰霸的這些歷史來看 對 其實他一直那幅buff 其實過了很多個patch之後 都可以看到 沖連陣是很克制法師的 那沖連陣只要一下子之後 這些法師又會再起來 喔 這邊拿了珍娜喔 我稍微比較意外一點 我原本以為他可能會拿 就是丹尼王比較man的黎明阿 這種角色喔 結果沒想到是拿珍娜 其實珍娜也是必須要能夠 掏出來的一個角色 他針對現在目前主流的很多陣容 都有一些奇效 是的 那其實我覺得這邊 日本隊的BP也是還蠻不錯的喔 因為馬瑟爾在面對抱怨還有這個 迪阿布羅他其實算是 不錯的一個上路角色啦 是 那後面掏出了這個 火法 我覺得 這場的關鍵可能就是 火法的走位有沒有 比較注意一點 因為他如果被開到 可能就有點危險 對 主要還是要保好這個火法 那龍後的話 其實就只有一個大 還有他的這個龍型態的吹風 沒錯 所以其實 以對面的陣容來看的話 珍娜的這個切入實際點就會非常重要 對 他如果是一個可以很 就是假設如果今天迪阿布羅進場的時候 珍娜可以把握時間從側面切入 那這邊其實日本隊感覺上 要做保牌是有點難度的 是 因為珍娜其實算是一個很特別的法師 他在法師裡面算是 比較偏 就是 衝臉的 沒錯 打法 但是 這樣的法師 好像也就只有珍娜跟 黎敏 對 只有這兩隻可以這樣做 所以其實 珍娜 尤其是他又是 自己 在這麼多任服的情況下 其實自己自保能力已經很差了 對的 那他對的這個切入實際的要求 又會更高 是的 那這邊其實我覺得也是要考驗一下珍娜的實力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會玩珍娜他的冰箱 肯定是快的 不會玩的冰箱 不會玩的珍娜可能到了20等這個冰箱都還沒有解出來 不一定 好 大家看他的第一場比賽 地圖左邊的藍方LM 維吉爾則是選擇抱怨 丹尼王則是選擇這個珍娜 天尼則是DR 布羅 最好氣死則是凱恩 BOY005則是雷諾 地圖右邊 紅方 爾根斯亞 日本隊 Purrocat則是選擇這個 開爾薩斯 Bokuro則是這個他們主坦 喬安娜 Bimi則是菲尼克斯 央打則是選擇這個榮厚 Omiya則是上路的這個馬瑟爾 來看一下第一波的交戰情況 其實說得我還蠻看好就是 日本隊接下來的發揮 就是這一次打完 不管他們能夠晉級這個季後賽 我覺得他們可以持續的努力喔 因為其實我可以看到他們強度已經慢慢的在上升 對 應該對一些觀念掌握 喔 這邊直接頂出去 但是後面的人沒有跟上也沒有摔回來喔 喔 射一個暴風雪 喔 開爾薩斯的位置不是很好喔 欸 這個抱怨 哇 這個抱怨 以開爾薩斯的血量如果他剛剛有撞到 應該就倒了 就倒了 這抱怨 真的是他 其實抱怨的那個前排的碰撞名機並沒有很大 但是如果有很熟識的話其實是可以蠻好掌握的說真的 對 好 那這邊可以看到LNS中下洗線 上路則是讓抱怨跟這個馬瑟爾來對線 那其實馬瑟爾一直都在這個 這個Meta一直都我覺得是可以出的 對 但是台灣部分好像比較少 直到今天的這個東部對決 是的 其實馬瑟爾在目前像這種迪阿布爾 這種高血量的坦克盛行的時候 其實他一直以來都有一個決定性的作用 只是看有沒有隊伍會擅長使用他啦 其實昨天也有出過一次 但是好像 好像輸了 昨天出的那個陣子好像比較不太適合馬瑟 對 因為對面的坦克都是屬於那種機動性坦 不是那種 呃 血量高的那種 是的 喔 這邊頂到對方的橋下摔回來 但是這邊的控場名還沒有開喔 聯絡的位置 聯絡起來 那這邊由這個珍娜做個推線 目前雙方這個代線輸可以看到 還是非常快速的 不過這邊 喔 LNS上下路則是由馬瑟爾一個人洗線 有點表示舒服喔 那這邊上路線可以趕快把線清洗過去 下面的話 雙方一直在爭奪這個草叢 誰都不相讓 唉唷 這邊馬上要回到上路了 不然上路要掉冰喔 好 這裡想要抓報焰嗎 沒有抓沒有抓 有點難 是的 其實初期報焰要死真的是蠻難的喔 這裡是馬上看到你火法在上路回報之後就直接搶下路野 對 這就是一個就是 調度出現的一個機會 沒錯 我看你人少直接就搶野 但是火法回的也很快 喔 這邊裡面要被爭奪 但是這邊草叢被搶到了喔 喔 這是凱恩一個限制型走位喔 這邊直接變龍要來 喔 這邊變龍要搶 哇 好兇 可是這個暴風雪我覺得丟得非常好喔 他算是一個有限制到對方的這個走位的暴風雪喔 比較意外的是 巧安娜居然沒有站住 對 這樣的話 你變龍這個機制又 會非常的劣勢 是的 好 那這邊可以看到雙方的上路都在做個中上洗線 喔 非常可惜啊 我剛剛以為是可以搶到的 巧安娜其實是 應該是沒有人可以把他推出去的 對 欸 凱恩怎麼往上走 好 那這邊看一下喔 雷諾呢 目前雙方其實在地圖上的控管都還不錯 都沒有所謂的露線這種事情發生 對 要再開一組野 喔 這邊可以看到Elegancia的野開得相當快喔 反而是LN這邊感覺上 怎麼會摳了這麼多人去吃這一組野啊 四個人 其實珍娜打野我覺得是必要的 對 他會比雷諾快非常多 是的 我還可以接受 像剛剛下路也是 如果是珍娜在 在打這個三郎應該很快就吃掉了 對的 喔 這邊想要把他翻回來喔 但是手太短 沒辦法 好 這邊對方的這個生命魔先到場上 那可能會被先解決掉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0.5吃了太多血量了 這邊直接一個暴風雪清掉這個生命魔 欸 這裡日本隊居然還有 在分中下路線 對 的話 我覺得 是要放掉了嗎 感覺是要放喔 因為這邊珍娜也有去 也有去中間做一個帶線喔 下路有點露兵 這邊抓到機會 上面三個人直接做一個推線喔 那上面則是有三個人在做防守 可是如果要分線的話 應該是給瑪瑟爾下去 對 會比較好一點 那 喬安娜上來 欸 這邊是不是 分線上是不是出了一點問題啊 下路已經掉了兩波兵了 但是他們可能覺得說 我下路掉一波兵沒差 我中間沒掉 我中間可以 上面可以拿這個 這個 門牙 那等一下我暴虐魔出來的話 有機會帶到上塔 還是有去撿 還是有去撿 盡可能不要漏太多兵 那這樣的話這一開始的掉度感覺上 感覺上好像也沒有賺非常多東西欸 你說LM嗎 就是那個Ergansia 就是他們這一波掉度 雖然說下路線可能掉了一兩波 可是 以下這個等差其實是差不多的 是 而且上面LM還有這個暴虐魔 那這波如果 掉外保的話會非常虧啊 對 對 對 因為他直接打 但是迪亞波其實前期的能力 並不是特別強 哇 他被卡住了 位置不是很好 欸 怎麼在原地這樣走 哇 爆開 這邊反而 他剛剛其實進去的時候 他的後排 基本上是被卡在後面的 那這邊掉了迪亞波的話 我覺得這一波推進就有點虧了 其實剛剛第一時間後排並沒有前壓 對 就迪亞波衝出去之後 感覺就放生了 是的 那這 有點虧啊 沒錯 我是覺得 剛剛這一個暴虐魔可以說是完全沒有賺 那 目前看起來跟CR是稍微領先 一點點的經驗值 假如LM要這樣子月塔強殺的話 其實珍娜一定要在 因為暴虐魔扛塔的情況下 珍娜會非常的兇 對的 這邊很快速的要來吃這隻野 那下面這個爭奪 看一下對面有發現嗎 四個人往下抓喔 應該有 不如有點危險嗎 這要拉掉了吧 這要拉掉了 他應該是要保一下隊友 讓隊友可以偷掉也 不錯 但雷諾真的是打得不快 這也不能怪雷諾 他就是慢慢點 所以其實吃野獸珍娜應該要在 對 這邊在知道時間要進來喔 不過持續搶上面那個草叢 這也要搶嗎 好頂出去 頂出去 我覺得這 有點會猶豫不決的感覺 對 我剛剛以為他是要直接開後面走過去 你知道嗎 對 結果完全沒有做這件事情 但其實以紅方的陣容來說 那組也 沒有太大的關係 對 其實讓給對面也可以 等一下 我覺得這暴虐是不是要爆開啦 這好像有緩速 他有寶壘 他有寶壘就還好 因為他也有1 對 他有刁寶就不會死 好 雷諾目前我覺得 其實這邊也是表現得蠻好的 安然過路到上面 雙方都10點 不過上面的這個塔 掉的有點多 先抱怨 其實有一定程度是 Counter馬射的 如果 馬射不管你點什麼大 開起來 碉堡都可以 頂住 解決掉喔 小飛機出來啦 這飛機探討很 其實我一直覺得雷諾的飛機探討 是很強的一個東西 是 他可以防止很多事情發生 欸欸欸下面的火把 第一時間過半的時候馬上做一個拉車喔 其實節奏有點緩慢 兩邊都在等機制 對對 沒有太多的這個強攻 那看一下喔 目前這個 這邊其實有一個人CIA 上面的這組CIA 開得很快喔 其實今天 比較仿常 因為以往我們看到LM的比賽 都是他們開也開得很快 然後逼迫對方 來做一些調度喔 那這樣其實 日本隊的節奏掌握 其實還蠻不錯的 下面這個暴女 下面這個暴女 開啟喔 下面又掉了一波兵 對 所以日本隊是已經率先集結完了 那這樣的話 抱怨如果清掉上路的 這個兵線 上路堡壘會掉 那這裡日本隊又回防 上路 這樣的話 這個調度我覺得 在節奏上有點虧 沒錯 而且這個是秘法暴虐魔 對 那你到底是要堡壘還是要 機制 其實剛剛如果馬射先在上路 就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對 所以這個調度的細節 就決定了這個機制的優劣勢 是的 目前看起來這個調度是LM賺了蠻多的 那這本來不該放的 你為了一個外保又把它放掉 其實外保也可以給的 主要是這個機制你必須要打贏 對 喔這邊撞到對方菲克斯 那連動位置並不是很好 這邊少了一把彈幕喔 標榜開起來 喔 好險 這個 欸馬射開大結果全部人都跑出來 喔這個漂亮的碎了一下喔 那榮後這邊開啟了這個 欸空大 但是這個噴火來得及死阿 榮後剛剛是放在滿血喬安娜身上 對的 剛剛其實那個榮後感覺上大好像丟太快了 對 因為他剛剛丟到的那個人是完全沒掉血的 喔後面 這邊有後面 但點起來 哇這一個摔 拉回來 喬安娜感覺是要死喔 欸 抱歉 這 當做我沒說好不好 一切都是美麗的誤會 意思就是我只能幫你到這了 畢竟你們日本隊很辛苦 我只能做這些幫助 剩下要看你們自己 我已經很努力了欸 對 對不對 你自己要加油 照你說那個是要死的對不對 我問你 照你說啦正常來說 呃正常來說是的 哈哈哈哈 但是 在這個地方就有很多不正常的事 沒錯 好 這邊看來對方怎麼贏喔 喔這邊其實我覺得要先把門打進去才可以 喔這邊頂過去了 喔這個繞備不錯 水元素強開對方 不過這個祝福之盾還蠻好的喔 還好拉掉拉掉 不過其實我覺得有從側面突入 等於是給對方一個很好的壓制喔 喔這個馬瑟 開啟了這個新的守護者 哇這要死了這要死了 真的要死了 一換一 但一換一 其實一開始是要被做得不錯 可是感覺做得不夠徹底 沒錯 然後日本隊這邊飛盾反制做得非常漂亮 沒錯 只是在追出去的時候 一半的人往前打 一半的人在打暴虐魔 對的 導致這個馬瑟爾犧牲掉之後 其實日本隊這裡也只收了一個珍娜 對的 我覺得有點 剛剛有點協調的問題出現 沒錯 而且剛剛這樣打來打去 就是這樣的交戰過後 其實雙方的等差有拉開一點點喔 因為上路線 基本上馬瑟爾下來幫忙嘛 所以基本上是肉線的 是 對 上面的外保有被磨掉喔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這一波 下面這邊也是被有A拿到了 那中間五個人集結會不會太豪華啦 其實在兩個機制 日本隊的調度都有點失誤在 第一個是 你 濃厚的變身用調 對 第二個是你在一些兵線上的處理 失誤了 導致這個機制晚拿 會戰晚開 那 開啟會戰的時候 已經有20個機制了 這邊可以看到 利用地圖上的調度 讓自己優先來到了 其實雙方並沒有發生什麼大規模的會戰之類的 但是他們利用他們的調度 讓這個等差拉開來 抱怨在側面做一個伏擊喔 這個塔感覺上是想要硬帶掉的 這裡 十六等絕對是可以推塔的 對的 這邊還很兇喔 想要硬搶這一組 沈淪魔喔 我覺得你在贏天賦 強也是比較差的選擇 其實推塔是更好的 對 你推塔對面絕對會讓你 就算對面不讓 丟個火鳥出來試探 或怎麼樣 你退掉你都是賺的 基本上你 等他推塔你有高機率騙到對方的大局 對 因為通常對方夠聰明 是不會交給你招 就直接讓 我這邊很快速的又推掉了兩個門牙喔 但是這邊對方已經做個集結 一個火鳥丟出來往後做一個拉側 你看這個火鳥丟了我直接撤 對 那我可以再招去猜中 你沒有招也沒天賦 是的 其實優勢非常巨大 這邊甚至常常轉上拿生命魔 下一波暴虐魔開啟 又是一個地圖上的玩爆 對 所以LN這裡 這樣的蹲點打法 其實在整個遊戲節奏進行上 是會讓他的進程變得很緩慢 對的 那這個就是有一些 每個抉擇就是會讓隊伍出現風格的時候 沒錯 那也就是為什麼西部對決會打這麼緩慢 因為很多抉擇 以歐美來說他都會選擇比較保守的那邊 是的 那以韓國來講他可能就會強打 對的 主要就是節奏掌握阿 跟那個 韓國那邊就是打得比較 節奏快 是但是你要分辨出這些抉擇的重要性是 一個隊伍 他需要努力的地方 他是很非常細的一些細節 對你看這一波暴虐魔開起來 上面又有成輪魔 那結果反而有在開業的情況下 這個中路線的視野好像又再次被LM控制住了 是上路兵線也是 喔這一個聖娜直接一套很深深打在這個喬安娜身上 喬安娜直接要被秒掉了嗎 哇這秒的很漂亮 這個大還是想扣著 而且反身 哇這個後來抱怨一個回頭 直接收到對方的這個馬色 剛剛其實龍後是有很多時間可以把聖娜補回來 對的 感覺是想省著這個大費 感覺上他好像可以扛住 可是其實 珍娜打一波下去 彈也是很痛的喔 對珍娜已經打出全部的招了 我剛剛看他是全招全中 那這樣的話機制又得給了 對 就算這個機制沒有推到什麼 LM這邊也會先上20 是的 那如果LM抓你機會是有可能一波的 沒錯 好 那來這邊看一下喔 這個 很聰明喔 我全部都要喔 這個我全部都要喔 那 日本對這邊 傷害表來看 瑪瑟最高是有點奇怪的 兩個後排 這個數據不太正常 照理說這兩個後排應該都要比瑪瑟還要強才對 欸 巧安娜 一個位置開啟空房免疫 這邊一個多打掃 喔這邊要吸進來了嗎 但是 這邊要硬打嗎 喔這個噴火直接卡在這個位置 碉堡開啟 欸其實傷害可以扛得住 龍後能不能跟得上 沒錯 瑪瑟的位置有點危險 這拿得起來嗎 哎呀拿得起來 差超多的 就因為這拿起來 但是這個經常 真那一波打在上面 兩個後排直接溶解 喔真那一個漂亮的冰箱 但是他血量也不多 也不多了 喔這個 喔對面這個瑪瑟還是挺給力的 但這一波會戰打得 說真的還蠻漂亮 雙幫都打得蠻漂亮 對暴風雪放的位置非常關鍵 直接把猴發秒掉 好 剛剛那個 那這樣的話 暴虐魔藥 我覺得要退到底了 是的 而且剛剛其實LN在 哇這個 六隻羊頭人 哇 感覺好恐怖喔 對 所以這波會戰打起來 其實對於LN來講 因為他們傭兵全開 他們只要不要被全滅 打個五波 他們還是會贏 對 剛剛有點可惜 第一時間其實龍後補回來 還能打 但是暴風雪的位置 不是太關鍵 對的 欸這裡不推嗎 呃他們可能覺得對面這個 可是我覺得這個傭兵 這個數量不推有點可惜欸 對啊 因為這個 比較小看這個羊頭人喔 很有實力的啊 那比較保守的是轉推下 對 其實以現在主堡被BUFF這麼多次來看 雷諾點女妖的話可能 推不了太多 是的 因為其實很多這個 速攻的打法 都被 這個主堡頂住 因為主堡其實 血量還是盾 都有經過很多次BUFF 對 其實我 我認為這一場 這個凱恩 不一定要點說故事啦 我覺得這張地圖 因為也有很多地方那種窄口 可以用那個 書卷風暴的 對 剛剛其實他剛剛為了說故事 結果在原地被打一套嘛 是 對 那也很可惜了 好這邊很快速來搶這組成潤魔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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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娜這邊露頭 哇 震娜非常兇啊 20等點的強化水元素 這樣的話 招是兩套在丟的 其實 其實水元素很強 而且 有時候像野團有時候都會忽略水元素 都不打他你知道嗎 對 這張水元素很強欸 這邊要推嗎 要推 因為主要是他這個水元素能夠重複 震娜放過的招 對 所以如果忽略他的話會很危險 好這邊往後做個拉射喔 喔這邊傷害 喔 火法開了盾喔 他已經把他的第一個盾開掉了 那 接下來喔 將近 一段時間他無法 有第二個盾喔 那這邊 我覺得應該是地圖機制 呃 也需要全收了 這裡 能夠撐到20嗎 如果 如果這邊 有一點 堅持 也全收的話應該是可以啦 因為 三路線的兵線 過到20是有機會的 對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喔 欸其實這個火把我剛剛看了一下天賦而已 欸這裡 飛盾交的有點快 祝福之盾丟好快喔 我發現火把是Q流欸 是 因為 目前我看到比較多的火把都是W流啦 W流為主 然後只有點多Q會 含爆彈的時候 那個時候火把是很兇的 但是 對方 這個天賦比較奇怪一點 喔水元素 抓到對方的這個火把 一波爆發直接帶 等一下 迪亞布羅剛剛其實有點舊的那個 有點舊的火把喔 對不過還是摔回這個暴風雪的範圍 對 喔這雕堡 救了珍娜 沒錯喔 哇 這個馬瑟好奶阿 還是要死喔 剛剛迪亞布羅不用頂那個火把 他直接就被珍娜一套秒掉 我拿下去了 因為剛剛那個珍娜的距離 跟火 跟這個水元素基本上是 貼著這個火把 但其實火把是可以走出去 只是 迪亞布羅很想要控住他 對 但是拉回來的時間太晚 沒錯 因為剛剛他推出去之後 火把卡在人群裡 他拉的時候猶豫了 大概一點點 時間 這邊應該是沒問題的 直接硬點喔 好 我們恭喜LM 率先拿下第一場比賽的勝利喔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爾維根斯亞 其實他們 我真的覺得日本隊他們 隨著每一周的打 的比賽 他們其實有越來越強 是 而且他們後排是從 第一周我不是說他們後排很錯嗎 第二周 我也覺得有點錯 第三周 欸他們的後排已經慢慢的 越來越有實力了 對 有慢慢跟上他們前排的調度 不過我覺得今天這場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他們 整體的有一些決策上 算是 都選得不太好 對其實BP也 處於劣勢 對的 那可以說是整場 整個地圖機制啊 都是被LM 帶著走的 馬射其實 這個選擇並不差 但是遇到報驗 就比較沒者 對沒辦法 因為畢竟他的兩個 他的兩個大 還有這個 呃 菲尼克斯的彈幕 基本上都是被 報驗康特的 對那這邊也不太能夠 不過他們中間 有一波會戰 也是打得非常好 那只能說就是 在整個地圖上的調度 算是瑞輸給這個LM 不過不要緊 下一張地圖呢 是這個 浮世凱爾工業區 這張地圖其實蠻 也很 其實現在硬霸還是這樣 就是BP可能在一開始選出來 可能就會有 加個10%勝率之類 但是 實際上去打的話 還是會有 還是會有 不一樣的勝負的 那等一下那張地圖 在BP上就很關鍵 比如說坦克在剛剛那張圖 在浮世凱爾工業區這張地圖 就蠻強的 BP應該不只10%了 我覺得 只是 你如果拿了一個好的陣容 主要還是看你的發揮 對 你如果打不好 其實真的發揮不出這個陣容的力量 你可能BP贏了 但是你 沒有打出這個陣容的 團隊價值的話 那基本上還是會被對方打爆的 這個BP的優劣是 建立在你 足夠了解他 這個陣容 而且你有練得夠多 是的 能夠發揮出來之下 才會 說這個BP是 贏過對方的 沒錯 比如說像 之前 LM打這DF5 就拿出了一個 幾乎是完全康爾對方的陣容 阿塔斯最後一手拿出來 康爾對方三前排 但是因為他們一些決策上 沒有處理好還是被打爆了 是 對 那下一場其實非常關鍵喔 因為 我記得目前日本隊 跟第四名的這個 The Avenger 好像 他們是有點緊張的 我記得 沒錯我昨天算季分的時候 The Avenger應該是 目前是佔據第四名 但是日本隊好像 如果有機會從LM 拿下一分或兩分 可能會稍微改變一下順序 對我不太確定 但是我記得是這樣 因為 The Avenger就說他在第一週 他第一週的第一次比賽 犯了一個很致命的錯誤 就是 違規造型 輸了兩場 輸了兩場 而且那兩場是 對他們來講是很關鍵的場次 對 兩場其實 很重阿 這個分數很重 是的 對那 我只能說就是 現在那個如果 表演室有這個 The Avenger的隊員 可能會希望說 拜託LM穩一點 我晉級就靠你們了 所以LM可以決定 我不太知道阿 可是我記得我昨天看 好像 The Avenger應該還是蠻穩 就是目前確定 應該是在第四名的席位 那就看 Forsaken 再跟The Avenger打的時候 勝率怎麼樣了 因為 假設如果 The Avenger輸給Forsaken的話 不確定耶 我現在突然好緊張 因為昨天看的時候 兩個分數是很相近的 其實Forsaken打Avenger也很難說 對 我覺得其實這一次的比賽 其實說真的 包含現在第一名的這個DFF 事實上他們 前段班的隊伍 他們的實力其實都蠻平均的 誰輸誰贏其實很難去做個說明 就看雙方有沒有去針對到 對方的這個角色詞 是 好我們來看到這個第二張地圖 是這個 福斯開爾公益區 這個是日本隊選的 對 我剛剛馬上看到 那個Avenger的隊員 看到LN就說 LN幹得好 馬上喝彩一下 馬上喝彩一下 好來看一下這邊LN先BAN先選 那 LN要拿下這兩分應該 以剛剛的狀態來說應該不難 對 只要看 日本隊這裡BP能夠做出什麼樣 特別的地方 是的 喔 這邊先BAN掉了馬一夫喔 然後看一下 這邊Avenger要怎麼BAN喔 因為其實LN這邊是有原式的 是 那就看他們想不想放啦 通常後手是會去BAN原式的啦 好這邊BAN的原式 那這邊LN呢 要考慮BAN什麼呢 先手的話其實有幾乎都會搶一個不錯的 目前的META的射手 或者是前排 BAN的雷諾代表他們不會拿雷諾 那 我在想 LN這場有高機率拿坦克喔 可能要練習別的這個套路 對 那我看一下LN會不會要放喔 上一場就有BAN坦克了 我覺得這場感覺上 是不是要再BAN一下啊 其實坦克在這場圖是不錯的 喔 阿努巴 阿努巴 你 你是覺得你是 我有聞到一個 驅魔的味道 秋 秋 對大家有感覺了吧 是 那 這要怎麼做呢 你要第一手選嗎 你這邊不拿我覺得等一下他就把你BAN 其實後手比較難做這個邱嘉莉的BP 對 先手比較好做嘛 先手你可以先拿一隻無關緊要 後面直接拿下來 好 那這邊看喔 布羅兄跟這個亞歷史著殺喔 龍猴 看起來是沒有了 對的 張開笑就是不會用了 欸難說喔 等一下畫風一轉 欸還是給你硬拿 那也是可以 因為 龍猴補這邱嘉莉 很給力啊 但是也只能補一波 我覺得不太妥 對 好 武昇跟莫拉丁喔 這個拿下去 拿的還是挺不錯的 那這邊看一下 惡根斯亞怎麼做選擇 要BAN了 對方其實也是一前一中以後全拿起了 那這邊如果要限制的話 目前看起來我覺得要限制LM的上護角 是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等一下自己可以先拿嘛 你可以BAN掉 你可能可以BAN掉 一隻洗線能力不錯的 然後你自己拿這E-RAID也可以 BAN了阿努巴又BAN骷髏王 這 為什麼就覺得要出邱嘉莉啊 太明顯了 唉唷 終於BAN嘉莉了你知道嗎 終於有人重視嘉莉了 對 每次都不BAN嘉莉都BAN邱 不是我覺得 對 因為這個BP然後又是這個圖 太明顯了 對 這張圖邱嘉莉就蠻強的阿 然後 你又BAN了兩隻 可以分別可以關的跟打趴數的坦克 大家都知道你可能要玩邱嘉莉了 那亞塔尼斯加半仗其實也還是不錯的 對的 亞塔尼斯這個版本真的就是商雅的這個位置 是的 好 其實我覺得 現在這個情況你還是可以選這個伊瑞爾 雖然伊瑞爾在單打上是輸亞塔尼斯 但是他洗線能力是不輸對方的 洗線能力是洗得比較快 那這邊德哈卡 德哈卡就是我等於是放棄了兵線 那我可以多做一個支援 但是這張圖的德哈卡其實草叢位置不是很理想 其實蠻少的說真的 對 不多 不然就是他第一時間盾的時候他沒有辦法瞬間又支援到隊友 對 我那邊以為會拿個伊瑞爾之類的 結果沒想到是拿德哈卡 這張圖相對來說草叢真的不多啦 而且他都是在那種邊邊角角的地方 你可能第一期正義出來沒有辦法直接抓到北了 但是還是要看實際上對戰的情形 然後最後這一手拿了這個炸彈的鎖 好 那雙方的這種都拿起來的話 那個特克你覺得哪邊你還是比較看好的 其實就這種來說兩邊都 選的還不錯 但是以剛剛的這個會戰發揮來講 LM可能要略勝一些 主要還是看黎敏 對 如果今天能夠收掉一個頭 看黎敏的站位如何 其實黎敏在用伊 凸臉的時候 他的這個 瞬移站位非常重要 對的 如果他能就是 基本上他隊友如果可以幫他把 對方的血量壓到一定的限度 他如果可以漂亮一個W 配合一進場搜頭的話 那他可能就可以瞬間起飛了 是 好來看到這個關鍵第二場比賽 在地圖左邊藍方LM 這邊丹尼王則是選擇 是個炸彈鼠 維基爾則是選擇德哈 卡比歐2.5 則是菲尼克斯 King則是穆拉丁 那這邊一局烤起司 則是克拉辛 地圖右邊紅方 爾根斯亞日本隊 等一下 所以我比在幹嘛 我講完了 可能 呃 可能 這是這個起司的粉絲這樣 有可能是起司 一直想要take他喔 好 地圖右邊紅方 爾根斯亞日本隊 帝拉布羅 楊達則是龍后 那 Vimi則是 半仗 歐米亞則是 雅坦尼斯 那這邊 Huricates則是選擇黎敏喔 其實我對於歐米亞的這個 雅坦尼斯 蠻有印象的喔 這裡 我看到了 一個吃球天賦 呃 我一看到這個天賦我就在想 如果今天飛輪 在你臉上炸開 該怎麼辦 因為李敏在衝臉的時候 很容易會吃到飛輪 這一個炸彈丟得不錯喔 噢 舔得不錯 這個舌頭有實力 好這個舌頭有實力 看來 玩德阿卡 這舌頭都非常靈活 都需要非常靈活 這LM的德阿卡 我覺得是 玩得不錯的 對的 這邊背後 一個落盃 欸欸欸欸 就跟你說 不要慌 唉唷 這躲得漂亮 哇 Q完 再換位 防止你 做一個前面的這個卡位 真是不錯 這個操作 哇非常漂亮 對這操作非常 非常亮眼 我覺得這個操作 真的高端 對 他昨天 他在這張地圖拿出亞塔尼斯的時候 他是對上 傷害打最高的 是 對 這日本隊其實前排發揮的都不錯 不錯 好 不過 喔這個換 欸好險 剛剛其實迪亞布爾的招已經交掉了 你如果 換回來 直接往回撞 這個 菲尼克斯 就走了 對 好 這邊 哇 德哈卡一個人 洗中下線 我 會覺得這個 施球是以優 因為 今天亞塔尼斯他不是點 這個 戰場精英 對 所以他切飛輪可能不會那麼快 沒錯 如果炸在淋雨點上 我覺得有點 有點抖 是的 還有這個 菲尼克斯的大也是 喔 這邊其實 LM吃也非常快速 上面直接 吃出了這三隻的圍巾喔 直接往上做一個推進 然後另外三個人 做中下游走 不過這邊 LM也是很快速的 帶掉下面這一組炮台 不過這張地圖的 傭兵其實就相對來說 就是上面這個要很 喔 等一下 KING是不是 我覺得剛剛KING反應慢了 對 剛剛炸出來第一時間 接鎚 他再換我已經來不及了 他可能會死在原地 可能 對於傑達泰尼斯 沒什麼胃口 對 他還能夠刷盾 沒錯 好 這邊也 也換出了這一組圍巾喔 那上面這樣交換的話 可以上 看上面的圍巾應該有推到點東西 好 這邊第一個第五機器 開起來了 開了現在中路喔 那這邊可以看到 LM也在吃這一組 浩台 欸這裡這麼早 要爭奪這個補包嗎 可是 這已經都被發現了喔 而且 這一個地方 其實德哈卡相對來說 是蠻好打的喔 喔他直接 變身要搶 對 但還是被拿到了 欸這個炸炭 哇被搶走了 被替拿走了 拿走還直接放在地上 這個手術 有點快 哇 其實剛剛迪亞布的第一時間 是可以拿的 但是他好像沒拿到 對 只能說 這不是先戰的那一方 就可以拿到的 哇那 這樣子你龍後變身 又用掉了 好虧喔 我是覺得還蠻虧的 你怎麼看 極虧 對 可惡 原本想說這個死拿修文 這 你剛剛是不是就有的這個念頭 沒有沒有 我沒有這種想法阿 就是我覺得他們開的挺好的阿 原來如此 欸這個戰彈鼠炸得不錯喔 又把地下坡炸回來 你用了那麼多資源 結果沒搶到 真的很傷 喔 重點是現在是 四個人拉五個人喔 上面的已經帶掉了一波兵線喔 而且我覺得他蠻聰明的 他帶了一波兵線 他等一下可以先上七 是的 線上七等的時候 再往下做個爭奪 他們還是會有個優勢 所以這邊日本隊 英隊也是趕快去刷下路兵線 但是中路我覺得開的 不太必要 沒錯 雙面 喔這邊可以看到 LM先上了七喔 開始回來做一個爭奪喔 喔這個運得不錯喔 然後一發再打在 這個 把骷髏的身上喔 底下 不過血量被拉得有點低喔 不過這邊龍後真的有夠難 一口就補回來了 好這邊爭奪上 被LM 拿到了 可惜阿如果今天龍後的這個 變身還在的話 喔這邊歐米亞 喔這裡 等一下這邊被斷 被撞了 哇漂亮 欸他剛剛 是故意 去採那個夾子嗎 呃不確定欸 因為如果他今天Q過去 撞那個夾子 對 他可以不用換位 就把菲尼克斯 直接拉過來 是的 如果真的是這樣 這牙倫尼真的是很厲害 很強 對確實 因為剛剛我們看到其實 菲尼克斯 他位置雖然不是 那麼好 因為有點虛淺 但他還是被對方 算是很漂亮的開刀了 那這邊第一波 機器人有點危險喔 哇這牙倫尼是有點carry 哇 哇 沒什麼失誤欸 這個範圍 沒錯 有一點厲害 好這邊進場了 喔這又舔到了 迪亞布羅 但這裏免傷害非常爆炸 亞塔尼斯的傷害有點痛 喔這邊 布羅竟然拉側沒有事 喔被舔到了 哇還是被秒掉了 剩90幾% 欸大半仗的位置不是很好喔 因為他想要把對面頂出去 欸其實 喔這第一時間 這邊 一個漂亮的順 有順回來喔 喔這德拉卡 位置非常的不錯 龍頭沒辦法了 我其實覺得這一波 雙幫都打得非常好欸 你怎麼看 是 我覺得打得都算是高水準阿 不過 日本隊太可惜了 就是 他 在狀態很殘的情況下 變身硬要搶 對 因為這個機制的特色就是 只要對方有人踩著 嗯 就拿不到 對 所以他們剛剛第一時間半仗 也是想把人卡住 但是穆拉丁你卡不住阿 對 那我覺得你後撤一下 等待 隊友回復一下 再回來搶是比較好的 沒錯 所以剛剛的判斷上 日本隊還是有一些失誤 喔要來做一個爭奪喔 直接要頂這個 005喔 喔這邊機線出來了 這我們之前是有看到這個機器人沒有開出來 直接被打爆的場景 哇那這個 迪亞布羅有點危險喔 這機器人的 應該要直接收到迪亞布羅 好虧阿 對 好 那這邊 直接換掉了 中塔現在上10等 這一波我覺得 LN可以打兇一點喔 畢竟我有機器人在手對不對 我又有 大絕 這大概可以推到內寶了 沒錯 可能可以拿掉這個外寶 又拿掉上路 或下路的門牙 看他們怎麼分 應該是上路的阿 因為 這邊可以看到德拉卡在下路線喔 這裡要抓黎明嗎 對 其實這裡有德拉卡在應該要 直推中路 沒錯 好這邊選擇 更穩妥的拿掉上面這兩個門牙 要拆這水池 不過迪亞布羅在後面喔 司機而動喔 先交了一往後做個拉車 保持距離喔 這個架子 這迪亞布羅表示我親心 萬苦趕到前線 你又一炸到寶炸到中路去了 其實迪亞布羅在後面晃一晃這個也是 蠻聰明的做法 因為 這個站位壓力所以LN必須後撤 是的 那就沒有辦法再消這個外寶血量 好 那這邊快速的帶掉中間這個 應該沒有UI是可以拿到的喔 欸這裡點了這個毀天滅地 喔 比較特殊一點喔 難道是要抓炸彈鼠嗎 可是 感覺上並不是那麼好抓欸 這毀天滅地 好這邊直接 有等級上的領先 直接入侵對方野區喔 但是這邊目前沒有天賦上領先喔 他又被夾子用到了 但是重點來了 他卡在原地這邊開啟了這個 直接被七星產踢成 啊等等 哇凌入這一波傷害直接被卡在原地 完全 他剛剛為了去用這個彈幕 喔黎明開採 對 為了去丟這個彈幕喔 這個位置不是很好喔 剛剛最關鍵的是 其實壓坦尼斯第一時間位置很差 對 而且龍後大交完了 剛剛也是交完 但是 並沒有機會掉壓坦尼斯有點虧 是的 哇那這一波直接把前期的烈士 算是打回來了喔 你直接拿了兩個砲塔 等於是對 等下上路那一個 機械人爭奪其實相當重要喔 哇這時候上路這個 又在肆虐 又帶兩個塔 這其實長得有點像星函的死神 沒錯 死神是有一個背包的 好這邊等下回到上路去做一個新線喔 那這邊 剛剛那部會戰 算是搬了不少啦 直接原本大概一等多的優勢 全部被打到剩下半等了 對這邊還多搶了對面一個小砲台 對 那這裡能夠順利上13的話 會戰也還可以打 是的 喔亞萊尼斯位置很危險 哇這個全部打過去 不過龍後奶了起來 但這個時候少了起來 不過也騙了一個龍牙劍喔 KING這邊有扛住嗎 血量有點不太夠喔 這邊KING 這大絕剩下一點點 哇這邊第一時間大絕轉好了 下面的靈魂位置不是很好喔 龍牙劍剛剛如果打中木拉丁的話 其實還有得打 感覺上如果接到應該會收掉 因為剛剛其實木拉丁的大還沒轉好 他是被頂到上面的時候大剛好轉好喔 對亞萊尼斯又被抓了 這邊一個用W做一個逃走 哇這歐咪亞的亞萊尼斯這玩得蠻溜的 對 真的玩得好 沒話說 那雙方這個大絕騎基本上叫788 可是 以看CD來講的話 好像亞萊尼斯這邊稍微好一點 比較短 對關鍵的是這個毀天命令還在 哎呀這被頂到了 好這邊開啟了這個電池脈衝沒有換到人 直接拉掉 這要打嗎 這位置有點窄喔 我剛剛以為不打了耶 哇下面少了一波冰 不過提早上來還是可以的 因為我記得上路這個草叢 上路他的草叢只有這邊跟 後面 對 所以你要支援是 老實講啦 蠻難的 蠻難的 這裡利用對面回補的時間 再拿一個補包 對 蠻聰明的這個調度 好 好看一下這一波 裡面呢 LA呢 喔這邊選 感覺想要 欸他是要放嗎 還是先去拿這個 耗台啊 感覺不能再放啦 對 榮後的 變身應該也還在 這個 這個時間的 機器人很強欸 這要在對面16前趕快打 因為德加卡還在吸線 你一定要把德加卡逼上來 對 我覺得如果LM會玩的話 他這邊 就浪 看到對方全部的人都來就浪 然後下面德加卡可能可以吸到16再來打 對 那 這裡日本隊如果沒有強開到 很虧喔 對 好這邊等 因為你不可能上16了 所以你這邊的 覺得就是你要把他放 要把他就硬打 對 扛天賦硬打 其實有兩個小炮台 我覺得好像 還不錯 我是覺得他剛剛其實讓LA 在第一波的時候 喔所以直接臉上強開 但是沒有換到 糟糕了 這沒有打超很多 而且 隆後的大野是預先丟出去 結果沒有用到 沒錯 好打卡同這邊進場 半仗這邊交了跳躍 喔 穆拉丁切心嵩位置非常好 彈幕全部掃下去 隆後直接被抓到 這邊可以看到 詹安蘇在後面 喔 隆後血量差一點點 喔被穆拉丁敲死 哇現在這個LM陣型極好 好 切心嵩直接秒掉對方的 這個迪亞布羅 這邊歐米亞有點危險 彈幕也掃了起來 傷害做好做滿 這邊很可惜 歐米亞也要被帶走了 哇我覺得 很可惜的是 日本隊開得漂亮 對 沒有收到 有點太依賴亞坦尼斯的換位 或者是亞坦尼斯沒有注意到要開戰 其實剛剛不用 特別待在後面換菲尼克斯 對 直接上來集火 菲尼克斯就倒了 沒錯 哇那這邊有點虧喔 你幾乎被一個0換3 然後上面又掉了這組機器人 不過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日本隊這邊很明顯的 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他就是要先手把這個菲尼克斯秒掉 兩次關鍵都是直接開在0-5身上 那我覺得 像這種進攻十幾點 德哈凱應該要來 對 讓菲尼克斯 在外面輸出 兩個後排可能會 推得比較快 沒錯 因為在這些 這些十幾點上 都會選擇保守 導致節奏越拖越久 這躺回來還蠻漂亮的喔 一個漂亮的換位 用自己的這個 一個星星閃 用這個 被他的這個換位躲過了 躲了三四角 對 差很多欸 那全踢下去 一腳七趴 不開玩笑欸 全踢一點那受不了 對 帶掉上面的門牙 那現在 跟斯亞也要來到了十六等 現在目前沒有任何天賦上的差距 但兩等落後 好 比亞布羅 這邊要從背後來了嗎 我看他的走位 起司 起司 這個位置 有感覺有感覺 要追出來 要追出來 先跑再說 把這牆打掉 感覺想要打喔 不過這邊 也是拉得非常快 欸這個機器人 還可以換到 就是從砲手換到駕駛這樣 也是蠻舒服的啦 剛剛莫拉丁是在砲手位 對 好 等一下這個戰略是在玩是不是 跳來跳去 起司這個位置要小心喔 喔 亞布羅想從這邊撞 但是剛好 遇到了這個莫拉丁喔 好這邊抓了點時間 趕快來迅速rush掉這個包圍 那同時間 達卡又回到了上路線去吃冰喔 好 雙方式也是落快 其實 在這麼大優勢的情況下 居然沒有拿到任何內包 感覺有任的 推進的抉擇 出了一些 失誤 沒錯 因為剛剛很多時候都可以強推的 他們會選擇去 把另一邊的門押 中間這一波爭奪非常關鍵喔 大家卡要隨時支援了嗎 所以補包還是沒拿 拜託你拿吧 對 但是他這個失敗了 喔拿了 摩拉丁被撥開了大絕喔 那這邊打卡從後面繞背 補包放位置很差 對 結果都沒有補到隊友 等一下龍后應該是要死了 龍后應該是要死了 欸 欸 抱歉 沒事 沒事 正常發揮啊 沒有任何意外的感覺 我剛剛 我剛剛看到龍后被突入了 我以為他可能會割賽 結果好像沒事 他剛剛是放了大機師 補了回來 那這邊的話 在對面沒有上20等 但是你也沒有能夠留住隊伐 我是覺得這邊 LN就不要打了 喔這裡 抓到摩拉丁位置 LN就不要打了 20等在打嘛 我現在就差一點點就20等了對不對 不用擠 而且現在又沒有機制 剛剛很可惜的是 你做一個補包想要強開一個會戰 對 這個觀念是對的 但是其實剛剛處理的不是很好 沒錯 沒有殺到人 而且補包其實也沒有利用到 好 開始在做推薦了 那上面這一組傭兵要有人去爭奪 下面感覺要去抓 要去抓 但直接往後拉側 欸這個地方很危險 喔 敵人有想法 但是隊友都不在啊 對啊 這邊傷害全部灌在了 這個 哇 直接在空中踢死 糟糕了 這邊要爆開了 這邊可以看歐咪亞 全部要集火嗎 一個換位 舔住 再會 欸 欸 欸 沒事 沒事 我覺得好難過 我覺得 就是 我覺得 看久了 就不會有很驚訝的感覺 是這樣嗎 對 我就問你一個問題 剛剛那個 是不是要死的 正常來講好像是要死的 怎麼會這樣子呢 但是他又活過來了 對 有時候生命就是這麼頑強 哇 太狂了吧 那 主要我覺得 剛剛的 欸這回到還沒打完 對 等一下 穆拉丁這一個漂亮喔 一個bate喔 哇 我覺得這變成小看穆拉丁的坦度了 而且這邊又踹起來 直接一個零碗 一個會站七星閃踢兩次 對 剛剛我覺得主要是 出現分歧了啦 沒錯 D阿波爾想開 對 但是另外四個隊友沒有發現 是的 結果D阿波爾就先死 哇這個推牆 喔 拿起來嗎 啊爆了 因為D阿波爾是主Q的 對 所以推牆很痛 不過這邊D阿波爾孤立無緣喔 四個人圍繞他一個 哇再推一個 能夠秒掉嗎 喔 黎敏進場 不過這邊韋基爾很漂亮的 吸了一波傷害全部跟上 黎敏現在直接被帶走 剛剛差一點 黎敏就起飛了 對 剛剛如果不是韋基爾 往前走了一點 先扛了一發 不然這個戰鬥一爆開 就可能會有一個連鎖效應 因為剛剛D阿波爾翻完的時候 沒有再推一次 對 不知道是為什麼 沒魔還是怎麼樣 沒錯 那其實 很多時候 我覺得日本隊的想法是不錯 比如說剛剛在補包 17B站19 對 這個想法是對的 但是其實執行的 並沒有說很好 沒錯 所以我覺得 想法OK 但是只要多練習的話 我覺得日本隊是 有很大的潛力的 對的 那這一波非常關鍵喔 我在這一次的西方對決 在無數的場次 在這一張地圖 下入了這一個點的陣奪 我看到無數場的 19打20 贏的一個例子 那 難道 所以這個就是少數囉 難道這一場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嗎 因為我 我看那個西部隊 真的這張地圖 太容易煩了 尤其是下面這部會戰 下面那個履帶 真的 我說真的很難打 是不是很討厭 就打一打就會 輸掉 因為它會控制你的站位 對的 真的戰了一半喔 往後走 欸 打阿卡 打阿卡 跑得掉嗎 沒事沒事 沒關係我現在戰了94% 對方還沒有20 我覺得日本隊有機會刷到20喔 對喔 好像可以喔 但是94%了 這裡 有一個抉擇就是 你要把扛的技能打 要不然就是扛天賦打 對 二選一 所以選擇上20 我覺得上20 穩妥一點 比較保守 因為自己待會有個內保 對 因為如果你不上20的話 你等一下這一波 萬一打輸了就輸了 就輸了 那下一波輸了也是直接輸阿 我覺得這邊不錯喔 這邊讓德哈卡上去 然後讓穆拉丁在側面 因為穆拉丁在側面的 寶牌能力比德哈卡好很多 那這裡 看一下 大招都差不多 對 那你是點了一個衝鋒 好 好 那這邊很快速喔 這個機器人很強喔 那我覺得這邊反而就是 炸彈鼠小心不要被開到就好了 這邊還進去要開靈命喔 哇 這個雷射 直接打掉半上半條 太痛了 剛剛是被槌子控住了 欸 等一下 我覺得起司這個騎行傘 真的扣很久 你不覺得嗎 對 他剛剛其實被迪阿波爾開 馬上接騎行傘全中 因為剛剛迪阿波爾寫 他的位置其實跟他 喔這裡內寶在集火 對 其實可以打 這裡一定要打 因為內寶剛剛集火 藍隊位置很差 你如果不打 這個內寶被刷掉 你就GG了 那機器人還缺一個砲手 一定要趕快 其實我覺得這個時候 這個砲手可以讓戰彈鼠進去喔 因為戰彈鼠的 欸 等一下 戰彈鼠要進去 你也好歹把地獄飛人丟一丟嘛 對不對 他剛剛丟過了 這個好像是因為 欸 剛剛好像有炸迪阿波爾寶 對 我忘了 我剛剛我也忘記了 不過這時候的機器人機很強了啦 這邊可以直接打這個核心 有點可惜 剛剛半仗第一時間被秒掉 沒錯喔 好這邊恭喜 欸 你漂亮的2比0 擊敗了這個 EverganCL 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喔 那這場拿下來以後其實也 間接穩固他們在這個 排位第二名的位置喔 是 對 其實我覺得從我們這樣看下 你有發現日本隊跟一開始進行 算是有一個蠻大的進步 對 進步很多 剛剛其實我自己來看 很多抉擇是OK的 對 只是他們的團隊發揮 可能協調或者是 這個默契 出現一些問題 因為畢竟 你之前有講他們是很多隊組合在一起 是的 所以其實 可能 這個 協調方面再進步一些 我覺得會表現得非常好 沒錯 因為我們從第一週開始看 第一週他們的後排跟他們前排 可能會有一些 速度上沒有跟上 現在已經慢慢跟上了喔 而且越打越好 他們只差一個就是 完美的配合而已 那也希望 因為我記得他們好像沒有比賽了 也是最後一場比賽 那也希望他們不要放棄 持續的努力精進 所以我們下一次可以在這個 比賽上再次看到他們的隊伍喔 沒錯 那一樣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精采的比賽表演